近日,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怀孕的女主播纳塔利在晚间播报新闻时,羊水突然破裂,但她仍然坚持完成节目,敬礼精神让人钦佩。 据悉,当时新闻正播到一半,纳塔利正在回答有关推特字符限制的问题,突然羊水就破裂了,但她没有透露给任何人,而是坚持直到节目结束才被送往医院,随后生涯了一名健康的早产儿。 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,她的表现几尽完美,唯一破绽是节目中她曾发出了紧张的笑声,但这并没有对节目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据了解,35岁的纳塔利和丈夫贾明已经结婚三年,今年4月份,纳塔利在推特上宣布怀孕,9月24日她发布了一张照片,表明具生产还有一个月。 节目结束后,纳塔利的同事将她紧急送进了医院,她的丈夫在医院等她,经过13个小时的艰辛生产,纳塔利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